今天就討論我對Specialize的Express 7 單車鞋 一開始玩三鐵時都會穿著Tri Shoes 但這對Specialize 腳型不太合適 因為它只有一個BOWER 鎖到這裏的時候 可能我還是有點鴨腳 所以這裏是鎖不死我的 我玩Half Ironman 時 也算算不錯 但一轉去Full Ironman 時 就頂不上了 我覺得是舒適為主 我本身是穿BONZ的Zero Plus 鞋 為何我會買這對Specialize 大部份都是因為顏色 這對又是Red Hook Criss的版本 Limited Edition 很嚴重 上星期二已經被我炒得爆了 讓它明年推出的顏色 會不會好看 考慮一下賣不賣 它這個特別版本會比平時的Full Iron 更貴 香港應該是貴一兩塊 它跟BONZ的Zero Plus 單車鞋 是同一個價錢的 如果計算公司 兩款都是$400 在香港買會貴一點點 不過Specialize Hong Kong 都是有折 如果大部份人知道都是 長距離我通常都會寫 而且跳上單車的時間 穿一雙單車鞋 有五至六個小時的舒適 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怎樣去選擇一雙單車鞋 在TRI那裏使用呢 其實最理想的 我都是喜歡一個BOA 你看它本身有兩個BOA 所以我會拆走一個 用一個就算了 鎖中間這個腳弓位 對我來說 那個重要性又不是真的那麼大 鎖兩個和鎖一個 分別是感覺不到的 有閉處 它後面就沒得有條舌頭 所以要靠你 那時候要去撩起鞋來穿 的確是慢一點點的 後面通常要貼上黑色膠布 在後面防止它刮花 這雙鞋前面會有一個去水位 還是散熱位 有時在訓練時下大雨 這個位其實是頗重要的 因為Bond那雙是沒有的 所以我第一次試穿鞋 穿得像水浸一樣 有這個洞 我會覺得是比較理想的 Export 7 後面的鞋馬 它已經有得移動下去了 但很可惜這個我完全不夠力 拉下來的 Specialize Hong Kong 說 貼了膠水 不知如何撞它才撞到它 如果有人知道 那時候可以留… 留給在下面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拉下去 我買了這雙鞋一段時間 再搜尋才知道 鞋底有一個 Sickness index 是有個號碼的 這雙是15 相信是最困難的 看看以前那雙是 Index 12 但這個號碼是只用於Specialize 跟其他品牌的單車鞋 完全沒有關係 後面的鞋子都已經改善了 平一點 讓它沒那麼高 而且你一損掉的時候 抽起鞋子 然後雙的螺絲就可以換成這雙 還有它暗暗的 寫著有一個材料 叫做Dynema 我看過這個Dynema的材料 應該是不會扯長的物料 它可以包住腳中間的位置夠實 即是不會越穿越尾 一隻鞋子會有多重呢 加一個BOA 就會是255g 沒有了一粒BOA 就是246g 跟Tri-Sue比一下 會輕多少 這一雙是270g Specialize 它是有鞋墊可以選擇的 當然它跟那雙是原裝的 然後我記得它是有一雙Low Medium 和High Arch 去支援你的腳封位 不過我是用自己在外面買的牌子的鞋墊 還有一雙Roll Shoes 我會看些什麼呢 都是一個籠子 有些人不喜歡穿襪子去踩單車 要試一下它 究竟不穿襪子的情況下會不會扯腳 不過也是很麻煩的 要試好長途才知道 究竟舒適還是不舒適 我自己都已經習慣了 T1的時候會穿對襪子 沒有特地試一下它這個赤腳 究竟舒不舒服 Expo S7 的單車鞋 就差不多了 通常我現在比賽和訓練 都會穿著這隻 下條片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不會穿幫助 錄著這麼多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一定是陪子去拚照